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个案例了 因为有个人气宠物餐厅的老板 他经传爆出出轨他的员工 女员工 可是老板娘其实跟这个女员工 其实还蛮好的 什么事都会跟她说 来这个详细的情形 我们请盛美跟大家说 就像我刚刚说我没有闺蜜 是因为以前有闺蜜的时候 我们都会无私的 把很多东西介绍给她 但是我曾经有闺蜜 就是真的把我工作给抢走 没抢我男人 就是因为她会抢资源 闺蜜我们会成为闺蜜 一定是无私的一个分享 那她就是最快会把东西叼走的人 所以从此之后 我们心理上会有点芥蒂 那这件事情其实很类似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宠物餐厅非常有名 已经大概快十年的时间 然后她很可爱的地方 是因为她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可爱的狗狗们 他们经常老板会喊说上班咯 他们就会站在这个拍照区 就是一群好多人都是因为他们 这些 对 他们才是店主人 宠物餐厅 对 这是主人对 应该是客人吧 然后这些狗狗都是每天在这个餐厅里面上班 上班意思就是说会跟这个客人一起吃饭拍照 所以这个宠物餐厅非常有名 而且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然后这个餐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这个板娘在前几天分享了一整篇的文章 讲说她被背叛了 因为老板跟老板娘他们认识十八年 十八年的概念就是他们高中就是同学 大学又是同学 等于从高中谈恋爱到大学 然后二零一四年十年前 因为老板他有一个规划式 这辈子就要开一个宠物餐厅 你想想看其实年轻人开宠物餐厅压力蛮大的 经济方面各方面 那这个板娘他当时因为他家人是反对的 是觉得这个男生可能经济基础还不稳固 可是这个板娘意思说我们爱上了 我们也从高中就在一起了 他要完成这个梦想 我一定要跟他一起去追梦 所以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 他们在二零一四年就开了这个宠物餐厅 然后还蛮顺利的 可是结婚之后呢 结婚第五年板娘怀孕了 他又是店长又得雇很多事情 因为他跟他先生一起 便手知足的工作 那是不是他说他怀孕的时候非常糟糕 是因为他很不舒服而且会出血 所以医生建议他说你不能再工作 你恐怕要躺在床上休息 他是店长他如果说他去躺床上休息 谁来协助他老公 所以当时他们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就再找一个店长 就找到这个女员工 一开始是这个老板去面试这个女员工 面试的时候来老板就觉得他不错 你知道有时候看人是这样觉得还不错 各方面配合度都很高就让他来上班 上班之后 这个板娘也觉得真的不错 我老公有眼光 他又很勤奋的工作 那这个板娘就觉得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帮他这么大忙 于是板娘就把他不只当员工 他就把他当朋友 朋友之后又变成闺蜜 怎么变成闺蜜呢 这个员工一个月是四晚五 生日的时候 都是老板跟老板娘帮他过生日 然后经常就是遇到节日呢 也会跟他一起吃饭 再来就刚刚讲的 进阶到闺蜜是怎样 要分享心事 所以板娘说 我就是有一些抱怨 我不跟我老公讲 我也会跟他讲 但是这个板娘后来就觉得 这个员工跟老公之间 眼神怪怪的 然后他又接到一堆 奇怪的简讯之后 原来这个女员工 来他们的餐厅工作的第二个月 就跟他老公上床 上床的时间长达四年 那你说崩不崩溃 后来他老公竟然在宠物餐厅旁边 租了一个小房间 当作两个人经常约会地点 这个小房间就在他们餐厅旁边 三分钟 然后老公每个月还给他七万块 当然我反正说 这个部分最令人 为什么 受过了 有点羡慕 所以他一个月四万多 四万五 再加上七万块 然后又说 又给他一些名牌包 给他一堆钱 所以其实等一下 宏宇大哥会告诉大家 那个简讯上面 他最后还说 我把你当姐妹 把你当闺蜜 你怎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然后最后还说还钱来 这个他们的对话 我把你当好员工 好姐妹 对啊 你每年的生日 我送你礼物过生日关心你 然后把你当成朋友聊天 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当初你会来应征我店里 就是因为我怀孕 第一胎初期不舒服 找人来帮忙 不是叫你来当老板娘的 我小孩还小 还有两个 还是要臭上来破坏家庭 我知道我老公也有问题 但你得了便宜还卖乖 一直在糊弄我的真心 所以其实老板娘对她很真心 这样 最后的一句话叫把我的钱全部还我 好 这个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有闺蜜 那么可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案例里面 都是闺蜜抢了她的老公 那可是这是个案呢 还是常常会发生的通案 这很值得探讨 那如果闺蜜会抢人家老公 会抢闺蜜的老公 到底她是什么样的心态 到底这个要怎么防 今天这个就是要来讨论 那在讨论之前 我先请教圣梅 你也是女性吗 你有闺蜜吗 没有 为什么 你都没闺蜜 我人缘差 什么话 是你刻意不要吗 不是 不是 其实我我本来就没有本比较亲近的朋友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那崔芬有吗 算有 算有 定期会面 定期聊天 疏解一下的算是有闺蜜 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闺蜜算是一个很亲近的女性 就是跟你同性别的好朋友 对 然后无所不谈互相倾诉 互相支持 然后彼此安慰 或是说在一些你需要的时候 他都会出现在你旁边 我觉得这就叫闺蜜 你会把他讲到自己有多私密的事情给他 有多私密 苦恼的 苦恼的 然后或者是说 目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或是生气的 OK 那也请教黄医师 你有闺蜜吗 有啊 有啊 有几位 我刚认真想了一下 大概是两位 两位 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大家可能会觉得闺蜜 就是讲一些这个心里话 不能跟别人讲的 可是因为我这个人啊 就是生平最敬佩的是 就是一生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这样子类型的人 所以其实我本来就是 你有多少财产 不能讲 因为太少了 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本来就不是以这个标准 就是我可不可以跟你讲话 我可以讲多少话来判断说 这个人是不是我闺蜜 反而是说 我觉得所谓的闺蜜 是我跟他讲 不管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能够听得到忠言 OK 就是说我讲这样子 并不是来听你特意要安慰我 或者是要勉励我 总而言之 我希望听得到你的真心话 那反过来说 我代你也是这样 你如果这个不行 不会处理 我就说你这个做得不好 是这样的标准之下 你不容易 因为很多人 忠心话是听不下去的 对 因为我觉得交朋友是在于说 其实也很花时间 你要一直关心他 你才有办法给出中肯的建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希望别人是这样对我 对 那当你有老公的时候 你会把闺蜜 介绍给老公认识吗 不会 为什么 就很特别的是我 我跟其他华人不太一样 是说我不太信奉 那个就是人际的人脉 就比较特别 非常有可能是我的家庭背景 从小我就知道说没钱就没人脉 有钱就有人脉了 所以我没有那么信奉人脉 爱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那种说 我认识这个人 这是我的朋友 所以老公 你帮我照顾他 或是你这边有好处给他 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是很单纯 就是朋友 就我们两个之间 如果我要给朋友好处 是由我来给 我要承受朋友给我的坏处 也是我来承受 所以基本上我的闺蜜只有一个 就刚不是说两个吗 只有一个 一个是我在做这个试管婴儿的时候 住在长庚医院 台北长庚医院 他来看我 他的病房看我 后来比较稳定之后 那时候我前夫说 就也做做个样子 你朋友来看你 那不然我请你们吃饭 然后就是偷偷的离开病房 去旁边的小餐厅就吃饭 然后虽然说是小餐厅 可是也是一个套餐 然后就是就这样吃完 吃完之后 我也觉得说有面子嘛 就我朋友来 闺蜜来看我 然后我前夫也愿意 请我们去吃饭 对 然后只是说吃完之后 我前夫就跟我說 我觉得你那个闺蜜 没有很有礼貌 他吃完饭没有跟我说谢谢 然后我后来经过了十年之后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闺蜜 因为还是闺蜜嘛 我就说你知道那个当年 我们吃那顿饭完之后 那个这个我前夫还说你 你忘记跟他说谢谢 他说佑嘉我忘记跟你讲 其实那一顿饭很难吃 我根本不想吃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把那个闺蜜 跟老公的关系连结在一起 就会有各自的期望 像我们这种还是十年之后 说出来的 你如果当下你要持续 我觉得会很麻烦 是好 新闻娃娃娃 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